老公因为工作忙一个星期有五天不在家 想利用周末补偿老婆 当他们在那张嘎嘎作响的床上亲热时 隔壁的老太太用力敲着墙壁大喊 你们有完没完 一个星期有七天 你们就不能休息一天吗 考驾照 主考官问 当你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在车前时 你是鸭狗还是鸭人 毫不犹豫 当然是鸭狗了 主考官摇摇头 你下次再来考试吧 我很不服气 我不鸭狗 难道鸭人吗 主考官 你应该刹车 老公墙破症很严重 买东西都是买一对 昨天跟老婆说 我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双数 老婆上来就是一巴掌 你还想再娶一个呗 有一男家长看起来特凶 他家长会前问老师 有事可不可以不来 老师 有什么事呢 家长 有个兄弟从牢里出来 去给他接风洗尘 老师连忙说 好好好 有事就不用来了 这可是大喜事啊 女同学来工地找我做他男朋友 我想和他在一起会做噩梦 于是替他拦了辆出租车 女同学红着眼走向路边的一辆马沙拉蒂 我连忙将他抱住 不忍心看女人掉眼泪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硬伤 我愿意对你 我愿意对你 也没有 我愿意对你 我愿意对你